我们接下来来看柳营区 这边也是一样大雨不断 有民众驾车经过淹水区域 最后抛锚了 紧销获报赶紧进行救援 那么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淹水的高度已经来到轿车的一半高 就连紧销人员在移动的时候也有点吃力 只看到两名紧销人员 合力把困在车内的四个人一一救出来 那么也因为这个水实在是淹得太高 只能够出动橡皮艇 而受困的民众一上橡皮艇之后 赶紧穿上救生衣 最后这四位民众成功地从受困的车内被救出来